你好, 财经揭露, 喂, 大家好 这部片播出是3月20号的, 喂, 大家好 上个星期, 惊涂蟹浪, 有瑞讯, 有很多出口 郭志余, 这个星期怎么办 星期五应该是很多美国那边的选择结算 结算完之后, 走势是怎样呢 我想要观察多一两天 但是收市的时候也不是太好 麻烦你, 第一共和银行 OK, 可以, 地狱共和银行, 买了东西 这家一家没倒闭, 但是买得很痕 他说盘后逐跌15%, 跌完32.798 差不多33%之后再跌15%, 哇, 很可怕 很可怕, 整次已经跌了九成了 本周累计, 本周累计, 重错71% 我想是因为这个原因, 消息称第一, 共和银行计划通过非公开去售股票 就是囚集资金, 就是八公仔子, 囚集资金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所以搞到美股呢 星期五收市就一般的, 跌了380点 纳指就86点, 0.74分纳 纳斯达克还是最强, 标普跌1.1%, OK 那看看ADR, OK 在这里, 在这里 ADR跌了371%, 1.9% 所以恒指跌了371% 都相对来多, 是的 不是太好, 在ADR那里, OK 那真的什么环境呢 就要星期一回来看看是怎样 纵然呢, 上周有点荊涛坏浪 但是呢, 我去看看恒生指数那幅图 在这里, 在这里 在这里 我们自2月开始呢 那条橙色的下降轨不断压住我们的 嗯, OK 圈住那些位呢 就是近期一些某些支持位 而那些平均线呢 也都是250天线的 所以这个位其实是有一堆池呢 就合理了, 如果再跌下去呢 啊, 那就 那就可能就跌过了 短期来啊 因为那250天线呢 如果跌低过的话呢 那就是没有兆头啊 但是, 通常呢 正常跌穿之后呢 会有挣扎咯 甚至上如果真的是牛市的话 跌穿了 啊, 那应该在下面建底 然后将来就上回了 啊, 那看下 看下的, 各发展又怎么样了 那下面的那个STC呢 你看到的已经沉了底了 已经沉了底了 那就变成有条件反弹的事啊 所以就不需要太淡,或者好像害怕死人嵌楼,不需要太淡 但是橙色的下降轨,一天不升穿,走势都是向下 通常跌市最后最好就跌到死人嵌楼 所以才会见底,也是给大家有实力的朋友在楼下买货 在纵然风大雨大的时候,港股其实表现也有点不特别 我圈了一板,星期五那天,虽然升了314,1.6% 但是一大堆股票表现突出 你这里表现中海油先的 中海油升3.2% 857就4.77% 386就6% 那就是三年的高位 油价为什么不好呢? 油价不好啊 油价不好,为什么他们三桶油全部好呢? 我们稍后找一节来说一下 是是是,我不明白 其实这个就是在我们港股里面特别的地方 纵然是 但是这个有点逻辑了,是有点逻辑了,明白了 是吧 与我们的主角ATMXJ也不好啊 阿里巴巴蝶吉父烂uelle 好像是任何事都不好啊 我们考一直考研ентов 但是其实我们找找找找需要但 goo 其实有些东西就有那个游戏在里面,接着七六三中兴通讯 五十二周高位升9%,七二八同类型的,升1.4%没那么多 然后下面中移动三年高位,六十六元就2.3% 其他就升7%这些电讯类 接着这个软件类,软件类就是微文2013是10% 八道就13-14%,双汤就10% 接着就是半导体,半导体中心981是9.6% 全部都很厉害 大家可以多留意,多发掘 纵然ATMXJ可能比较带着市场下去,但其实有些市场 以前不是很有人留意的,其实是静静地起革命 这些板的股票呢,稍后我们找机会开一节出来说一下,OK? 我们再看下去了,何志光今天有个网友,麻烦你在评论里 叫做Wayis9tg,他叫我留意街市今天复牌 值得留意一下,多谢这位网友先 所以我很欢迎这些网友在下面,大家写些东西出来分享一下 或者大家互相交流 这个网友不提我呢,我可能就不知道介绍 这个帖子应该是整个星期前的,我们也可以从它的股价里面了解一件大事情 就是那些内房债如何处理 因为3月20号呢,恒大应该要跟境外投资者要有些黑咳也好 怎样都要谈好,要不然就又不知道怎样搞下去 那我去看看,何志光那张,对报中国恒大那张 是,可以 是,可以 呃,中国人恒大而公布部分债务重赌条款 争取押后清盘的凌讯 那接着,计划本月20号,清盘凌讯开庭前公布部分债务重盘的条款 以寻求进一步押后凌讯 消息指恒大正试图与主要境外的债权人 达成包括部分债务转为股份的协议 债卷股哦,这么好死啊 对方幸运呢 对了,没错,我们接下来看的啦 但是结果出来的时候可能会影响港股的 因为你那些恒大债或者内房债 其实会影响到外资怎样看你啦 当然是,到时如果他不满意的,那就当然会吵你啦 这个不用说啦 也影响到某些股份,例如国内的保险股啊 诸如此类啦 那我们看看这个佳兆业 佳兆业佛牌的时候 在一年前,他停牌的时候跌了40% 韩子光有那张在那里 那是新闻 那是新闻 那是新闻,麻烦你 股价层大跌40% OK 那,街市停牌一年,大公报信 那公报去年的中期业绩显示 就是大大亏损了,超额 76亿,而且集团持有的100亿元的资金 也都不能够足以抵尝一年内 到期的1000亿元的捐贷 即是十分之一都不多 那就是和债务比较 那,所以开牌后就插水 最多跌40%到0.495元 就是跌幅收窄 OK 那,全日大跌21%到66% 那,看回上面那幅图 那,其实呢,在停牌前呢 佳兆也曾经跌到5毛2的 一年前啊 接着后来反弹了 然后就停牌了 OK 那,我又不妨看看那个 他那个走势啦 是啦 是啦 之后的走势啦 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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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简单来说呢 就是,他伏牌那下第一口价 下1毛3呢 那,就跌到现在4毛指 那,其实都跌到3分1 30多%的 那,之后就打滑下了 那,那,即是伏牌 啊 其实就帮到某些人套现啊 何志光 是啊 是啊 那,就不知什么人了 那,即是,他在伏牌的时候 如果能够把这些股票出来的 那,现在都是 都是有很大的好处啊 啊 那,停了在这儿 我相信就等着恆大的消息了 应该是 那,我们看看旁边那只 就是内房啦 我偷一只啦 2007的桂圆 那,都几样衰啊 全部跟这些有关都大惡的啦 其实 那,由11元跌到现在只剩2个多啦 那,其实都是啦 跌多了之后反弹啦 现在都是,定住在那儿 等恆大的事情下 那,那,我们都… 何志光,你怎么看内房呢? 就是,我就认为 就是,我没有替业主担心的 嗯 但是股东呢 我就真的不敢替你们打气了 是 是 就是,在共产党的角度 你们全部收拾都可以的 是 我保住那些楼款 业主上楼就可以了 就是,和国内那些,那些理财产品啦 是,那些理财产品,够不够我都不太肯定 是 是 有很多黎民百姓是买了的 是 但是,其实这件事应该大陆 我想,它不prefer要做的 我想,它们是偷偷做 那些人买了,究竟保不保证 我就不太知道了 是 但是,境外就,就比较危险啦 就是,拿回… 境外就危险啦,当然 是啊,拿回那些钱呢,不容易啦 Hair cut都未必… 就是,其实那个… 他提出的计划,大家都未必没有意的 我说真的 因为,始终,我相信的立场就是 就是,商业数、商业还啦 那,中央未必走来营救的 这样,美国政府这样,我想不会 就是,够个盘也有 要继续建完,业主收到楼就是这么多 就是,不要赖美楼啊 不赖美楼就是这么多 是啊,因为事情发烤了这么久 所以,我又觉得,对市场正常来说 对其他的那些持份者 例如,这个国内银行啊 或者国内的人寿啊,那些呢 我觉得影响就未必真的这么大 是 是 因为,因为有一定的保证啦 我相信啦 就是,整件事引爆了都一年多了 是啊 是啊 超过一年半的了 是啊 但是,但是,对内房债呢 我就未必那么乐观了 那,那我留意啦 因为,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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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是星期六晚啦 嗯 星期一,早上回来,啊 应该,之后会,呃,可能有些结果 有些消息出来的,嗯 是啊 好,啊,何智光,那没有什么投资意见啊 这里 哎,纯粹,半夜三间在这里吹水的 啊 好,先这样吧 好,拜拜 拜拜